看見也是在伊波路由院會重金禮聘的中堅譚阿福 而在外援之中 這個湯臣好波之人 經過兩場伊波路的賽事之後 在球迷心目中也確認了 院會方面 阿忠仔這場球梁瑞榮也復出了 是的 梁瑞榮去年休息了半季 今年其實他也以後備身分上陣 今天還正式要隊長一起上陣 看到這個柏蓮奴域好波之人 球員在澳洲來到的表現非常出色 在前面替漁院製造了不少入球的機會 今天全場的入場人數有5597人 可以說以近期的球賽來說算不錯 貴錯來說有5000多人 今天的執法球證是董兵賢 他在雞聲一吹之下比賽正式展開了 沒錯 六三的院會是螢光幕的右宮左 好 現在院會的球一過到伊波禄的後半場那方面 立刻被割醫下解圍了 徐國安今年繼續擔任伊波禄的教練 另外院會統帥那邊也有梁子明 原來看這個球賽原來看到這個科士打 拿那個球的時候 就跟伊波禄的一個中後場球員拍在一起 球證董兵賢立刻吹罰了 雙方的17號球員分別都是外援 很對 梁靈人斜傳中間拍連奴壁再次買頭錘 除一作這個球顯然 也看到餘營會是訓練有數的 這一套的做法 我們已經不斷在這個外國的足球賽事裡面 都見過了 真正的殺手就是現在走進禁區 這個10號的拍連奴壁 當然比賽那個球去勢 是經過一個轉折點 就是由其他球員撞回給他 光尼投球線 中間有機會波禄太一挑 不知道為什麼 波禄太這個球不是挑去遠處 是挑近處 結果被劉洞明拍出 波禄太其實在季初的兩場賽事裡面 都是屬於伊波禄的後備 由於輸了給星島之後 伊波禄作出調動了張玉生 貶為後備 而由波禄太在前鋒 跟光尼羅拍檔 短角後開出 有機會投球來撞過去 最後就由林鴻鴻再加一腳 沒什麼威脅 出了界了 撞了出去那邊邊線 剛才頂球的 我們留意的是陳國輝 陳國輝的位置 在這場球中 將他打在中場 由此可見 其實伊波禄現在的陣容 他都不是很整齊 我們看看這個球 鄧志明大腳一過 陳樹明閉了 單手插了球之後 就撞到龍門柱島 撞到鼻骨 需要由軍醫入場 看下來才行 董兵業都說 鼻子有事不行 軍醫也很快 第一時間來到 好影 這球看起來 單手托了球之後 一轉身 就撞到龍門柱 流紅柱都震了 整條柱 撞到震了 他突然可以繼續比賽 好 看看魚園的進攻 魚健德 先瞄瞄前面 一群球員 走出來 他就撞進去 被拍連盧位 左腳一跳 入網了 一比零 這球球 雖然這球路有部分球員 抗議這球越位 但球證沒有追 這球球 見到魚健德一跳的時候 就有球員散出來 拍連盧位 走進去 可能一出一入之間 球旁證也沒有示意 旁證頂至黃旗那邊的 黃耀忠也沒有示意 結果被拍連盧位 輕輕一抖 是抖成1比0 剛才那球看見 就是伊波路的一對中堅 是葛伊和譚阿福都舉手 就是友爾報這個要為陷阱 但可能兩個二十散不出 這個伊波路輸了一球之後 那邊的肝尼在魚會的禁區裡面 有機會偷雞 看來你們這個球 很少見 就脫腳了 又乾尼追過去 不過捉不到這個雞 拍連盧位在右手邊 跳的球雖然過了譚阿福 不過譚阿福 這位全香港身價最高的華人球員 雖然只有十幾萬 但是破了紀錄 犯規 這個撒牙仔的拍連盧位 立刻入禁區 爭取第二個入球 他現在就入了一個 佛球由良能人開出 伊波路都有兩個人牆在 不斷阻阻阻他 斬得遠處 陳國輝也頂不了 樓過來這邊 鄧主席斬得遠處 有沒有人 有 見到十號的拍連盧位 跳起一鑽 梅開二道 這位藍斯拉夫直的球員 再度擊破就是 陳柱銘的五次關 就贏了兩球 這個球其實當時 歐韓倫回來救球 下一個球 下一個球打到背部 下一個球 他還在尋找球 那邊的鄧主席 已經出得遠處 而且出了那個球 鬼這麼漂亮 五比零 今年鄧主席很高 因為很多場球 看見他的助攻力加強很多 看魚丸有什麼攻勢 已經打到下半場的比賽 紀錄還是二比零 這個球一傳傳出來 中間可惜拍連盧位過了秒 然後看見這個球打射過來 陳柱銘快手接接到 這個球如果拍連盧位 先一步到 剛才已經是進入球了 然後回來 讓陳柱銘救回來 好了 這個E波路 你告訴我 一斬過去 撐就撐到了 但是這個球是想說 撐回來 歐韋倫龍龍門口也倒不倒 這個球 乾尼可以直接攻門 也可以鑽下去 但是鑽下去的時候 就不能攻門 不過歐韋倫也遲到 是呀 都是配合方面 稍微投射匯傳 大力一點 科士打 再過 禁他頂起 有個石頭 厲害 陳柱銘這個球救得漂亮 精彩 擋一下 擋一下 可惜這個球 雖然也是很清楚的確確 不過球證 當時也是吹罰了 有這個遠回的球員 可能就是越了位 那就拍連盧位 中了前 另外九號的梅利 也是越位的 雙越位 現在遠回領先兩球 只見到伊波路球員 極力的反撥 好 波士打 進去 進去 這個球 就是 他猜猜 這個球 直接檢查 因為看到黃福榮 在中間 陳柱銘 退一步的時候 他立刻射回 看看 陳柱銘想 被對方的球員救出了 但是球證是吹罰了 這個就是遠回的兩個巨頭 梁子榮 盧德權 這個球就吹罰了 陳柱銘出禁區 用手錘打到球 他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是他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佛球就看怎麼處理 會不會人仔 不是 梅里射 這個球很漂亮 過了人場 然後左上過得最累 陳柱銘打到信心夠了 打到信心了 這些球就被他在一路 飛身拓出龍門後面 球證董溫元 在救出這個險球之後 也是吹雞元場 結果遠回是以2比0 擊敗伊波路